他太太刘霞的弟弟刘辉 因为欺诈罪在北京被判有期徒刑11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罚款1万元人民币 刘霞认为是政治迫害 驻北京记者林超乙报道 案件在北京怀游区人民法院宣判 公安在法院外面拉起封锁线图採访区 也有公安监视和拍摄记者的活动 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的使节 希望入法院旁听 但法庭说已经压满 案件在早上9点开庭 十几分钟就宣判完毕 43岁的刘辉被裁定和生意拍档 在2010年以将工程承包为借口 诈骗300万元人民币 罪名成立 被判有期徒刑11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罚款1万元 刘霞认为法院对弟弟的判决是政治迫害 刘辉的代表律师也都说判决不公正 因为我们认为这本身是一个民事纠纷 根本不构成一个刑事诈骗 而且就是说 他本身依据的证据是不充分的 律师又说 刘辉看到判决之后 已经即时在庭上表明会上诉 又跟法官说 你这样的判决 是否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在判决之后 楼下陪同律师去到淮游区看守所 只是得律师获准和刘辉会面 我在10年小伯得奖以后 我被传讯的时候就被他们威胁 说我的家人就威胁 一定会拿我的家人 他们一定会找我家人麻烦 这是多残忍的事啊 把家人折磨成这样给你看 我真的我完全我无话可说 我还有七年 黑小波 但是我弟弟这又人了十一年 无线电视著北京记者林超而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完成一连两日会晤 已经启程回国 习近平在第二日的会谈里面 希望美国可以采取负责任的政策 并且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 中方也都向美国表明 中国重视和促进人权发展 谈正事之前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由翻译陪同下 在加州安纳八格庄原草地 比韩话交上 今天是不是今天锻炼 我就是游泳 散步 每天的话我有一天 习近平主动提到两个人都喜欢的篮球 两国代表团之后举行第二日会谈 和之前一天一样 双方都没有打领胎 贯彻悠闲会面的主题 双方主要谈经济和贸易议题 习近平希望美国采取负责任的政策 坚持自由贸易 反对保护主义 放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 奥巴马说愿意采取措施 放宽相关限制 希望加强和中国合作 至于中国人权问题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会后 见记者的时候说 双方有谈到 至于东海局势 奥巴马说应该和日本从外交途径谈判 而不应该令局势升温 习近平重申 中国强调领土主权和国家完整 主张对话解决问题 北韩在问题方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会后引述说 双方同意不应该被北韩拥有核武 奥巴马又要求中国关注网络保安 说如果情况持续 会影响双方经贸关系 中方就说网络攻击和中国无关 认为不应该因为这样而影响双方关系 习近平邀请奥巴马再访华 举行类似今次形式的会面 与其二人在今年9月 都会到俄罗斯出席国际经济的会议 到时可能会再见面 无线电视机就在随其辉不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国之后 将会到访 将会同到访的国民党荣誉主席吴白鸿会面 吴白鸿星期三至到星期五 将会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 如今星期四下午会同习近平会面 就两岸关系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国民党说 今次是中共十八大之后 国共第一次最高层会晤 将会是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代表两党继续维护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大局的用心 国台办发言人说 今次是国共两党高层交往一次重要活动 九八副董事总经理欧阳纪俊说 担忧路线重组进展缓慢 而重组路线之后 可以带来多少成本效益 令到路线减价目前难以计算 市区路面一天塞过一天 九八计划重组全港近400条巴士线 减少和铁路重叠的路线 但地区有反对声音 第一个试点北区 重组20条路线的建议 同区议会谈了半年都未拍板 九八副董事总经理欧阳纪俊 出席本台节目《讲清讲错》时说 未清楚何时可以完成重组 北区占我们总体的车数 是大约5%左右 5%如果已经要谈半年的话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担忧 就是那个速度究竟够不够快 现在做5%做半年 那是不是要做10年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觉得政府也好市民也好 都不会接受到这种速度 假如重组之后路线可以减价 成为地区支持重组的诱因 又行不行呢 价钱方面我们当然会觉得 先不要说减价 先说不要加那么多价 这个可能是最失际的 究竟可以不加多少票价 票价可以减减多少 或者不加价 或者加少一点价 这些方面我们未有这个数据 他又说 巴士能够做到点对点服务 覆盖面广 当局必须检讨以铁路为主 巴士只是辅助角色的运输政策 无线电视记者韩文文报道 一会儿回来会报道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涉嫌受贵滥用职权案 上午在北京开審 美国情报部门正式要求 刑事调查机密措施 是如何洩漏给传媒 max 大点 reviewers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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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